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天4月18號的晚上11點50分 中國西安即將開放的新捷運10號線 發生了碰撞事故 而好玩的就在小粉紅的 皇帝不及及死太監 紛紛跑出來洗地說 這條線因為還沒正式通車 所以事實上這不是意外 而是營運方在做碰撞測試 甚至還有粉紅說這是境外勢力作祟 哎呀,結果營運方出來說什麼 是測試人員不當操作導致的車輛追尾 造成車輛的局部受損 那調查目前還在分析中 拜託小粉紅啊,你們洗地也洗好看一點嘛 誰會在即將營運的路線上做碰撞測試啊 哪一個國家啊 而且西安自己也有道路交通安全測試中心 任何碰撞實驗都會在那一棟大樓裡面來做 我的天啊,如果我是中國共產黨 我估計也被你們這幫小粉紅給氣死 洗地都不會洗耶 更荒謬的是什麼呢 4月18號晚上11點50分發生的意外 對吧?那4月19號中國的各家媒體 都說再調查再調查 還有的新聞說沒有人在車上做測試 所以無傷亡 結果在4月20號的晚上才陸陸續續有媒體指出啊 造成了一人的S、兩人的受傷 誇不誇張?大家不覺得很誇張嗎? 這種事情發生在台灣傷亡事故給你拖了兩天半才講 這還不是什麼地震大規模的你要找人要找很久那一種 對吧? 而且受難家屬一定會出來哭喊 醫生或是警方會跟記者說明這個情況跟傷事 那市長或是縣長也會出來講話對不對? 然後政論節目各種在講 但是在中國出了人命的事情壓了兩天多 你們那個地方你們那個捷運線多大 上面有沒有測試人員你們內部的人不知道 那你們怎麼測試的? 結果你們都在洗地 哇操 還有網友在4月19號批判西安地鐵 結果馬上就有中共國家反詐騙中心的電話啊 來關切叫他趕快接電話 太棒了 這種揭露中共或是質疑中共的 嗆盛上的 分分鐘就找得到人啊 在捷運出意外的 你找了兩天多才找到 而最近啊 中國、重慶、成都、長洲、河斐、南昌、江西等等一些地方的居民啊 他們反映 是從家裡裝上了新的智能燃氣表之後 使用的花費比以往高出數倍之多 而大量的民眾啊 更換的時間也落在去年的11、12月份 那根據這個營收資料報告啊 2023年第四季年尾的燃氣盡力竟然高達了824多% 你們可以看到跟前面幾季差的這個幅度太大了對不對 而目前啊只有重慶燃氣集團被處分哦 其他省份其他城市的還沒有被處分 其中處分的只有免除 車成德黨委書記跟董事長職務 僅此目前啦 那還有中國網友拍片指出啊 燃氣公司黨委書記被處分之後啊 燃氣跳表竟然正常恢復了 可是都沒有任何的維修人員來我家換表耶 意思就是 原來這種東西可以遠端操控的啊 根本不是換表的問題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黨內鬥爭 有人想鬥掉這個黨委書記 給他出一些包給他出一些亂子 反正鍋是他杯嗎 那還有小粉紅說發生這種事情啊 證明了中共的偉大光榮 我馬上處理了 對吧自己人我也處理了 但是沒有對比沒有傷害嘛 我們來看一下對比 這個普通民眾啊 倒賣燃氣被判了10年3個月 而重慶燃氣中共黨委書記啊 他也是騙民眾的錢對吧 但他只是被免職而已 難怪小粉紅各個都想當官啊 當什麼公務員啊 村長啊 村委書記啊 街道辦主任啊 而中共國今年將陸陸續續的 漲幅水費、電費、燃氣費 最高漲幅30% 結果小粉紅卻 先前一直打我們台灣電價 從最低這個用電度啊 3%漲到最高用電度的10% 3%到10%之間不等 畢竟我不能拿三明治的報導來說對吧 不然我就11450了 那我們來根據TVBS的報導 電價 漲幅3%的使用戶 佔比93%的台灣住戶 而更詭異的是什麼呢 歐美、日韓、台等等 自從疫情之後啊 我們基本上都是發生了程度不一的通膨 因為我們經濟在動 也確實在熱絡 對吧 而世界上也出現了能源危機 因為各種的戰爭開打 所以其實很多國家也都是在漲這個能源 我去年去歐美這麼多國家 真的都在漲的錢很兇啊 但是中國正在面臨通縮 它卻漲了 而且漲得比歐美台還誇張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可能會變成台灣演員的影片啊 不花錢看來是不行了 水電器全面漲價的時代已經來了 這漲幅可能還不小 這為什麼呢 因為土地財政熄火了 21年是賣地收入最高的一年 全國8.7萬億 去年是多少呢 5.8萬億 差了2.9萬億 差距非常大 所以現在很多地方沒錢了 那怎麼辦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呢是水價漲 上海時隔10年又一次上調了水價 最高的一個階梯啊 漲幅超過50% 廣州的新方案呢 漲價幅度接近34% 還有咸陽 吳湖 南沖 幹州 趨境等等地方 也都漲了10%到50%不等 我就覺得很好笑 你在面臨通縮耶 我相信小粉我們一定都可以面對這種 什麼漲30%漲50% 這都你們是可以負荷的了的 因為畢竟中共前幾天又說了 中國經濟成長了6%是不是 哇 你通縮漲了6% 那你通膨還得了啊 美國才漲多少 3%還4% 美國熱絡成這樣 厲害 厲害厲害 第二呢就是燃氣價多漲 重慶燃氣這個事炒得大了 那是因為太不透明了 其實啊深圳 福州 鎮江等等125個市線 也都發布了天然氣的漲價方案 第三呢就是電價也要漲了 廣東 湖南 安徽江蘇 都公佈了電價的調整方案 最高的漲幅高達30% 未來啊應該會有更多的地方跟進人 所以啊這個公共服務的漲價大潮已經來了 那能漲多少呢 哎 有一個券商就分析了 他說啊 中國城市的水電器價格能夠偏低 至少還可以漲三倍 那這個數字是怎麼算出來的 因為咱們現在這個水電器公交地鐵 這些產業啊 一般為了保民生 都會把價格壓得很低 然後呢政府給這些企業補貼 這麼多年都會這麼運動下來 這幾年呢地方財力不行了 所以呢 公交停印的新聞就陸續出現了 主要就是補貼不起了 但是呢 公交能停 水電器能停嘛 所以呢 就只能通過漲價來讓大家一起分擔這個成本 漲三倍呢 差不多可以讓這些企業正常運行 這也意味著啊 咱們的生活成本可能就得增加不少 但是這裡面啊 也有拉動消費的目的 現在很多人不是不買房 不買車不買家電嗎 怎麼自己都沒用 因為啊 這些東西它是屬於可選消費 你可買可不買 但是水電器就不同了 它是屬於必須消費 剛性的 你也沒有什麼替代品啊 即便漲價 你也還得用啊 你別小看這些錢啊 全年下來不得了 這麼幹的還有一個目的啊 就是把這個CPI的數據給拉起來 從去年開始呢 CPI就一直是穩一個震的 3月份是0.1% 咱們的目標是3% 就是一個公認比較健康的增速 離那個非常可怕的通舟狀態 可以更遠一點 所以啊 這就是水電器全面漲價的內在邏輯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來了 你的錢包準備好 所以小粉紅每次都是縣市報 嗆別的國家結果自己更慘 其實也不怪粉紅啦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國家的政策發展是怎麼樣 因為中共的政策總是來得又急又快 如果不是來得又急又快 像是這種啊 大幅漲價的新聞啊 都是默默報導 然後呢 再拿歐美日韓台灣漲價的 誇大來暴露他們轉移矛盾 殊不知啊 你們漲的比其他國家還來得多 而且我覺得最關鍵的是你們在通說啊 記得這一點啊 薪水沒漲 反減 工作時速拉長 甚至連外送員都做不了 好不容易做外送員 你車又被沒收 然後你的能源價格又上漲 對吧 車被沒收 然後這個裡面的電池還被偷走 然後這個工作的人還要你證明 你的車被我沒收前 裡面是有電池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於 人均一萬三的小粉紅來說啊 還有這個 中國人口雖然有14億 但只有一億多人達到中共國 繳稅門檻 五千塊人民幣的這些人啊 這根本就不算個事 畢竟你們超有錢的吼 那影片的最後 我還是要幫一位北京的粉絲維圈一下 最近他們學校在微博爆出了熱搜啊 許多北京的學生痛罵800公尺的體能測試 要及格的話 需要在三分五十秒內跑完 那我上網看了一下 台灣高中女生的800公尺標準 三分五十秒落在八十分 那及格線落在五分鐘內 雖然我是男生啊 國高中都是跑一千六的 那大家以為只是這樣嗎 如果只是這樣 是不是確實這個北京學生的數字有點差呢 但事實上啊 這名北京粉絲跟我說到啊 現在啊 正逢柳絮花粉滿天飛的季節 對於他們這樣跑步來說 呼吸是很大的影響很大的傷害 那也會影響到我跑的這個 舒適度跟跑的這個時間啊 但是反而被其他粉紅痛罵 你們這幫弱雞800公尺也跑不了啊 你看啊 像是這個粉紅就說 巨嬰就是這樣 體育不好 不想著好好鍛鍊 在那邊怪學校 好的教育 一定是文明精神 野蠻體魄 一群弱弱的病央子 一定也是哭哭啼啼沒出息的 對沒錯 就跟一樣也是發生在北京前幾天的半馬拉松 對吧 三個非洲選手 啊 放慢速度 讓冠軍和解保送 最後啊 你們的各種報導啊 還說哦 那三名是陪跑員啊 對吧 還要像鳳凰網更說什麼 哦 那只是非洲人的手勢剛好很像 叫和解超越他的動作 對吧 和解多次打破我國紀錄啊 多次這樣逆轉勝啊 小粉紅們不要在那邊造謠 結果 現在又說 好啦 我承認了這三個是陪跑的啦 然後取消和解的資格 哎 巨嬰啊 哦 事實上這個標準也不太高 稍微鍛鍊就可以達到了 究竟這個標準幹嘛呢 不如好好鍛鍊身體 對自己負責任不是很好嗎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啊 中央財經大學的標準 對於學生體質的提高 是有好處的 對沒錯 這些粉紅們都忽略掉一個很嚴重的花粉問題 太棒了 我希望粉紅們 你們一邊跑800公尺 然後一邊拿花粉吸 邊吸邊跑 然後給我們看一下 你能不能在3分50秒內跑完 跑完之後 你的身體反應又是如何 讓我們來看看 這個 成功護體刀槍不入的粉紅 共產黨護體的粉紅 到底有多勇猛 好啦 我們64DONTOUCH ME坦克1 均綠色跟黑色兩款 4月21號 今天是預購第一波的最後期限了 明天上班日之後 我們就要跟工廠下所有期間的訂單了 所以趕快把握 在我們明天11點上班時間之前 在第一波趕緊下訂 如果是第二波預購的話 我就不保證你在6月4號可以穿到囉 那想要了解詳情的64DONTOUCH ME坦克1 我們有做了一個4分鐘的影片 大家有任何的疑問 可以在那支影片得到答案 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8號小鮮的 掰